那样欢迎收看11月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如 花莲先议会定期会第三天 而第一位质询的先议员林平洋 对花东铁路双轨电气化 收封段高墙土堤修正计划 希望纳入改善 并协助地方提可行性的评估 以及西口旧铁路2号隧道光复隧道活化改善 而这些公共设施阻碍地方发展 希望县福建设处能够协助向中央争取 纳入高架化土堤改善 花莲先议会定期会 9号上午首位进行直询的县议员林平洋 对公共设施台铁局就有的西口隧道光复隧道 不应该阻碍地方的发展 需要进行活化可行性评估 以及收封段的高墙土堤 能否在双轨电气化的改善过程中 也纳入改善计划 花东铁路双轨电气化 那这个铁路的一个高架化 我们希望能够将我们寿风箱 寿风段至西口段的一个部分 这个高架的土堤围墙 那造成我们整个寿风箱的一个 不管景观的一个问题 亦或者是铁轨经过所有的一个寒洞 每道逢雨必淹水的一个问题 能够纳入这个花东双轨的一个改善计划里面 那再来我们西口 旧的这个西口二号的一个隧道口 那以及光复旧的一个隧道口 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花联县政府的一个力量 能够踏出第一步 能够将我们的地方能够来活化 让我们的地方能够带动地方 不只观光以及经济 地方产业的所有串联的一个发展 以及高龄化的社会许多长者 在失智的情况之下经常走私 也鉴请县府社会处 对于失智的高危险者 能否编列相关的预算 设置失智者GPS的辅具 那我们希望社会处这边 那也能够加强这方面的一个量能 让我们所有的一个失智老人 都能够普及化 那也能够佩戴这个相关的辅具 当这个长辈走私的时候 那可以让相关的单位 透过GPS能够立即性的 来协助家人找到长辈 我想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政策 受风箱亲子管的部分 那平洋也责请我们社会处 能够协同建设处 赶紧将这个7800万的这个建设 让他能够赶快坐落在受风 那也让受风的乡亲 拥有更好的一个社会福利 记者凌杰 花铃市采访报道 我来说这个新的热衣 就能够找到 如果是有养的事 就能够找到 就能够找到 这边有养的事